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黑方如果上马 削弱中路攻势 红方就强冲兵 双马对头只能是尽马干掉 然后高潮来了 红方不是杀马 而是弃马攻杀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干的要说吗 还蹬着鞠 怕你不成 对不对 但是小兵最嚣张了 下面黑方平炮 开通鞠路 就是说你出鞠 人家就以一带牢 叼换 红方双炮错开 准备平炮平鞠杀 所以黑方抓紧禁鞠 守住攻领线 你再将 人家可以垫鞠 所以禁鞠 然后带起一个横鞠 然后带起一个横鞠 黑方如果 户类 红方坎士带起了 禁鞠还带起了 黑方这个鞠 比斗鞠还怨 所以 开出去生根 寻求反击 红方兆头一棒子 只能垫鞠 小刀弯心 只能退降 然后呢 还要啥自行车 咔 下面 一杯不醉 两杯醉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黑方第二种选择 调头堡 守住和口 近视 开通鞠路 也巩固中方 然后再上马 打断马腿 把中兵干掉 瓦解红方 中路攻势 下面红方就平居桌炮 在上马 灯 这个马不能进 捉死了 对不对 因为不能保 直接啃了 所以 黑方平炮对军 势在必行 交换以后 捉马 再捉 然后上马 准备进马带响 进鞠带响 干掉这个炮 黑方如果平炮 下面就服有进鞠砍式的手段 黑方只能退市 红方退居平居 捉死这个炮 所以 黑方选择进炮 红方进鞠一将 进马一将 还是将 当然这个时候不能再退降 为什么呢 因为进炮 打死马 这个马不敢动 对不对 挂脚 只能进降 一招毙命 所以 当前鱼面 只能降五平六 因为降五平四马不炮 对不对 只能降五平六 红方就退居 要杀 黑方只能进市 赵头一棒子 对错 是残局的灵魂 带着洗脑 干掉这个马 黑方抓紧高居 捉霜 还想得回狮子 因为子力平衡 他有抗衡的资本 但是 平炮一将 挡住鞠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